完全持续关注新内阁的人选 总统当选人赖新德表示说 不完全都会是民进党 只要是好人才都会乐意来邀请 赖新德也说未来担任总统之后 组成内阁将会比较立委提名 民主大联盟 跨党派 跨世代 还有跨领域的理念 至于针对在野党要求他上任总统之后 要到立院国情报告 赖新德他也重申 基本上会秉持宪法 以及立院的职权行使法的规定 如果立法院邀请 那他当然会欣然前往 那关于目前组成内阁的进度如何 他说不只是行政院长要推出好人才 各部会的首长也都是一样的 关键是不完全都会是民进党 不管是在其他政党 或是在社会上符合众望的杰出人才 他都会来邀请 而且目前也已经有好几个人选正在思考了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民调报告 结果显示在台湾的选民当中 是有将近五成二的民众 对于总统当选人赖清德领导国家的能力 是有信心的 那可以看到没有信心的 其实还是占了38.2% 那对于这样的结果呢 民长前立委林卓水 他说认为现在在这个朝野对立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民众有这样的信心是不容易的 但也必须承认 这样的结果并不够好 而台湾民意经济会的董事长 游英龙他也说明 这代表台湾选民对赖清德总统 这个领导国家能力是肯定的 那尽管他是以四成的选票当选总统 但是选后超过五成 台湾选民对他的国家领导能力 是有信心的 这也展现了台湾选民 有成熟的民族素养 这也展现了台湾选民对赖清德总统 这也展现了台湾选民对赖清德总统 这也展现了台湾选民对赖清德总统